欢迎收看打开公话麦 我是许仲江 国民党总统人选征召 是不是呼之欲出 昨天中常会上是充满焦虑 党内还是力劝朱立伦参选 并尽速建立征召机制 朱立伦回应不排除任何人 这是不是包括他自己呢 朱立伦的态度是否有松动的迹象 而中常委建议防砖民调纳入朱王吾 避免红袖出一人 可能被绿营支持者灌票 外传最后征召可能就是吴敦义 马总统是否依旧操控国民党 而最近马总统高调行程引发关注 是否是食人小组给的建议 继续卡王不顾国民党的未来 相问一提我们一意探讨 首先介绍来宾 亲民党副秘书长刘文雄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鑫 大家好 民间党立委陈欧破 各位详亲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敏凤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洪秀柱取得 国民党总统初选 第一阶段胜出后 随即要进行民调 但中常委吕学章 昨天在中常会提案征召 就是采用对比的方式 选出前两名出任正副总统候选人 获得过半中常委的支持 党主席朱立伦回应 他尊重制度 不预设立场 来看VC 我只会唱你的五则天 五则天 五则天 喷起五则天的主题曲 洪秀柱展现五毒霸气 为了证明自己在中南部也有票房 他更刻意秀了段台语 在洪秀柱顺利取得 党内总统初选第一阶段胜出后 有媒体帮他做的名叫 洪秀柱拿下34.7%的支持率 男性力挺他的比率 高达44% 他可乐翻了 你说男生 男生就是爱吃贴的 对不对 看到这种的消责 不简单 很打拼 大家看看 未来如果是有两个 单身资深小姐的竞争 那是多么有趣的 多么有意义的一个画面 洪秀柱对自己很有信心 但党内却不放心 在房专民调怎么做都还没有谈好钱 中常委吕学章就在中常会提案 呼吁党中央尽速建立征召机制 以对比蔡英文的民调方式 从朱立伦 吴对宜跟王金平三个人当中 选出前两名 作为国民党的正副总统参选人 针召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今天的重点是谁能赢 只要是第一名在中国国民党里面 第一名民调离蔡英文最近的 他就有必要替我们打这一仗 党内大家共同承担责任 不是说只有这个权力没有责任 这个提案获得过半数中常委支持 党主席助理人裁定 先按照初选制度走完后再做决定 引发想象空间 不过此刻又传出马总统听从所谓的 十人小组意见全力赌亡 打算推吴洪沛 当事人不回应 总统府也重申 总统从未干预国民党初选 这场提名歹息 持续陷入混沌局面 我们看到国民党现在初选都还在进行 但是这些中常委显然是很焦虑 担心如果只有洪秀柱一个人 那可能就输定了 所以建议这朱王吴都来民调 但是我想请教星哥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不就坐实外界之前所说的 这所谓的初选是玩假的 那征召才是最后面呼之欲出的 所以现在媒体或者一般朋友们都这么说 国民党就千万在1.29之后 去年大惨败之后 千万不要这真的落入了 所谓是玩假的 那真的卡住让他们看不上去 我们这个党也不必 中常委都这样建议了 也不需要救了 但是呢 我要想说 因为现在这个状况 其实是反映出了 这个所谓国民党的焦虑的层次 立委 这次在明年1月份要选举 就是他们现在是这一波新选举 跟总统是一起要选的立委 他们确实整体来看是有焦虑 很严重的焦虑的 因为他们总希望有一个所谓 够强的母鸡来带小鸡一起打选战 因为总是希望还能够连任 替国民党争取过半 但是呢 这个气氛跟现在一般的党员 或者跟外界民众来看的话 那又有点落差 在民众或者党员的想法是说 奇怪呢 国民党大败之后呢 这个所谓的A咖大人们 看起来都是未战巨战不敢战 那些好歹 你说洪秀柱说是B咖 我认为他也是A咖 就算说他是B咖 至少有B咖 我常常朋友们讲的 我也觉得很有道理 洪秀柱是因为没有LP的女性 但是呢 比那有LP的男人还更有LP啊 这个人他愿意 代表国民党出来选举 打这个选战 对国民党来讲 至少总算看到 在那个茫茫黑雾之中 看到一些曙光出现了 就支持他 这又是一般选民 或者说党员们的心态 正好这是一个落差 这一个落差的中常会 现在跑出来了 这叫做我们自己也讲起来 也真的叫做这个什么进退失去 党的游戏规则很清楚 今天洪秀柱在第一道手续 第一个门槛就是他的联署过关了 按照我们现在的机制 他就是进入所谓的对比式民调 全民调 这也是很清楚的 你现在怎么会通常会提出来 一个所谓的参选 这个提案出来 我个人来讲是有点纳闷 因为第一个实际不已 第二个看起来就变得好像 是现有的所谓的这种 初选的游戏规则与无误 这都是负面的 我个人觉得很不妥当 也不该在这个时候提 我们还是希望的是说 这个游戏规则既然已经启动了 就应该让民众们 因为将来投票还是选民 是全台湾的人民 知道有选票 让他们看到你国民党 那个真的是还回来 就是你大败之后 你还有勇气 愿意照着自己所定的 党内的民主游戏规则 去照着规则来 选出适任的这个所谓候选人 好歹让民众还觉得说 这个政党 咱们国民党 还有一点点可以让他觉得有信心 但昨天中常委他们是认为 当然是以胜选为最大目标 所以才会说你这个征召机制 要赶快把它建立起来 那包括朱王武通通都纳进来 那党主席朱立伦他也说 不排除任何人的可能性 这是不是他也松口 他有可能纳入 朱立伦现在 我是对他这一次 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 我觉得他那个 我记得陈讲 这个远的不如那时候赵绍康 带着胸 这个叫空群保义 记得不如我们宋主席 到现在你看老计福利 还是还不肯放弃 对这个国家的责任 但是呢 他这些话 我倒是觉得 至少他们保现的是中规中规 他当然现在 因为现在机制已经启动了 所以各位提的什么 要什么什么 要征章什么等等 这个东西他要尊重党员的意见 这叫做言论自由层次 可是呢 对党目前的所谓的游戏规则 是很清楚的嘛 现在还有征召的问题 已经没有了 是等到 红袖柱的第二个门槛 好比就是我们讲 对比市民门槛 是不是能够超过30% 如果不能够超过30% 那么才有可能谈 糟糕了 因为党可以不提名他 那这个时候才有所谓的 是不是征召 然后怎么征召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 已经唱衰自己 唱衰红袖柱了 因为他还在准备进入第二道 这个游戏的规则 我可能党内可能 现在有点焦虑 请教傅敏 因为这种焦虑的心情 你可以看得出来嘛 就是他可能想说 这个速度赶快快点 赶快快一点 所以说包括这个朱王吴 红通通一起来纳入民调 那这时候可能就说 也许是B1朱立伦 或吴敦亦等等 这些人就说 你就不要再回避了 那朱立伦现在的态度 是不是也有松动的这个迹象 现在看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吗 我看还是没有 因为他也觉得不会选上 朱立伦这个已经胆子 身高180 胆子如老鼠屎 这个简直是 这国民党现在进退失去 就刚刚刚新歌讲的 从抛栓引玉 到现在快要弄假成真 上面做了党主席 是说我们按照机制讲 而机制走 初选机制 底下的权力核心的 这个中常会 却说我们要征召 然后党中央早就把 征召的这个 这个小组的名单 已经公布出来了 那请问 这个政党到底要玩什么 国民党正在一点一滴的 被折磨折腾 正在消逝当中 逝是去逝的逝 不是消逝的逝 去逝的逝 国民党正在一点一滴 被消逝当中 到底有没有人可以出来讲话 我不要回到过去那种大家长时代那种制度 至少党里面有分量的人 要不要起来想举句中肯的话 因为国民党从来也不是用初选来决定人选 是不是可以有几个 但是问题请问 最有权力的叫马英九 所有的举议都因为他而搞坏的 他还跑进跑步 等一下你会讲 然后其他人连战 早就被打入到什么地方去不晓得 那我们吴伯雄 吴伯公 现在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每个人都不管国民党的事情 国民党就这样自生自灭吗 自生自灭的国民党对台湾是好处吗 所以我是说 请国民党的有志之士赶上站出来 要不就请李星 李星们变成叶尔新们 对不对 重新来一趟 把国民党整个颠覆掉 从南到北结合新当选的这些四议员 否则的话国民党要靠 靠这个朱立伦 门都没有了 那更不要说马英九 来 我请教陈伟 因为目前看起来就说 朱立伦态度是不是有松动的情况下 是在于就是说 如果不选他的未来处境 是不是有可能更加困难 那再来就是说 所谓的这个防砖的民调 现在也有说 这个绿营可能支持者 就去灌票 把这个洪秀素的支持率 把它垫高起来 让这真正让洪秀素跟蔡英文来对垒 你怎么看 这个国民党这个史无前例 别出心裁 创一个防砖条款 那我觉得这个防砖条款 是没有意义的 过去到现在 他们都是用清点的方式 那这个防砖条款 可能也会被他们 用假民调被做掉 那我们关心的是说 民众 刚刚主席人提到的 是不是有利盈的人会去灌票 我这么多年来的 这个民调的这个操作 或者是多么多年 这个一点不会发生 我个人不会发生 但是我倒觉得说 这个我要特别为我们副院长讲一句话 身为一个立法院的副院长 一个理性从政者 这么有勇气 我们要给他肯定 勇气可加 而且呢 他自己也为自己卡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 所以有人在传这个国民党的长期的文化就是党主席 那现在党主席名正言顺也是虽然是朱立伦 但是党章规定却是现任的总统 所以现在真正在党内有份量 这个清点的人选的人选还是马云九总统 所以有人就讲说可能就将来变成吴宏之间的配 就是吴总统跟这个我们这个宏务院长之间配 那这个也让这个整个外界觉得说马云九还是 这国民党还是没有跳脱一个改变的一个政党的一个契机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这场宫廷之戏大戏 这样下去的话 其实对国民党的险情是越来越糟糕 民进党不会在意去操作说哪一个出来选 我们没有必要去做这种小动作 是 所以照理说如果是全民调的话 你这个民调是随机抽取的吧 也就是说你应该很难去操控 所谓的绿的支持者要去支持这红秀柱 我想请教敏凤姐 目前看起来国民党似乎就是初选跟征兆的制度 现在好像有可能会并行啦 因为现在这个中堂会看起来 这些中堂委是相当的焦虑 那朱立伦的这个情况 如果考虑到自己未来的处境 是不是也有可能他态度可能会松动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啦 那否则 洪秀柱说我缴500万 那你们其他三个人要不要一起缴500万啊 那连杨志祥说那我都已经连署没有过 我缴了200万 我缴了700万 那这些人要不要缴700万啊 所以我觉得说你这样的无端插进来三个人 这是不公平的嘛 我觉得个人造业个人单嘛 如果说民党执政不好就下台 国民党执政不好就下台 那你党中要那种乱七八糟 那出来一个都不是你们自己党的候选人 那你们自己整个党就要承担嘛 那人家说游戏规则玩一半 可以中间再插几个跑者进来的 我请问你听一下有这种游戏规则吗 要吗你就是要把这个红秀柱 这个东西老老实实的做到完 该做都要做完 你要让他心服口服啊 他没有过就没有过 有过你就要提名他嘛 否则如果要么过了 那你觉得他不适合 你要用道德确认说的方式 让他主动的退 绝对没有说 中间差两三个人 然后把你压倒 这是哪一国游戏啊 我从来没有看过耶 然后再来就是说所谓民调的问题 民调的问题 你这个东西基本上政党的民调 就会基本上排那个深绿排深蓝 这有什么 这有什么都不会 你就内定的民调 你全部蓝都在电话里头守 就好了 接通的电话比例就会比较高嘛 顶多是用这种操作方式 但是在一个党的基本初选 白天会刷掉一些 譬如说永远不会投国民党的人 或是永远不会投民进党的人嘛 这是整个民调政党初选 民调基本的东西 他根本上就已经做一个初步的筛选 你现在去排什么排什么 那都已经是不合民主常规 要么就所有民进党员 所有黄复兴党部去做 那已经超过50%了 那不是更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子弄出来 民调选出来的人 你放到大选你能选吗 你能获得其他中间选民的支持吗 这没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走到这一步 你们事先不协调 那些大人或是总统 就爱管这爱管那的 然后搞到今天这种样子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尊重那个已经很有勇气 讲了700万 而且就联署完成了初选者 参赛者 否则的话你如何交代 你一个对一个人都不公平呢 那你国民党如何交代说 大家执政会公平正义呢 但是现在国民党可能他们党内 你看最有权利的这个中常会 他眼睛都看在是在征召啊 所以他才提出这个办法 所以国民党的人就是自己搞到这样嘛 那你知道明明党内的人 就会是焦虑的 那你还放入这个所谓 几大天王三大天王都是放手初选 然后大家初选就玩假的 玩假之后要再弄一套 弄一套征召 那为党会焦虑嘛 对每个人都 尤其是要选举 要选立委的人 每个人快要去撞墙啦 那怎么党这样子搞呢 还要弄到6月15号 6月15号过不过还是问题 那不过还要弄另外一通 那你要拖到何年何月 蔡英文眼看6月8号就要回来台湾了 那整套东西几乎都完备了 所以我觉得说 我觉得你现在党在焦虑 你只能要求党中央把这个时程啊 往前面缩一点 比如说你6月15 那你可能改成6月10号 去争取这个洪秀柱的同意 就时程加快就对了 加快速度嘛 你怎么可以说 中间又在中间插三个赛跑的人 这个是不公平的事情啊 这看起来就是国民党现在的初选机制 我想请教新歌 初选跟征召 现在有人提议嘛 对不对 但是现在又传出说 这马总统可能属意无堆异啦 甚至有什么无红配 但问题是这所谓的 中常委也说了嘛 慎选为考量 那这个民调也要以最高的 对不对 来分正负候选门 但如果目前看起来 马总统所属意的这个无红配啦 那反而是民调最低的啊 这两个人的组合 跟所谓的民调最高的组合 这样不是感觉搞得一团乱吗 所以我建议啊 主持人听听就好 现在这个配啊 配到好了 就越配越乱了 而且越配越荒谬 所以这个市场在党里头 至少在我们来讲 我们都从来没有听说 这个好像已经成为主流 一些不会的 这个就像人家讲 配来配去从外 大咖配配 配到最后变小咖 居然来捡石头一样 老实眼前的石头不够大 一直往后捡 捡到最后呢 都变成小石头 我想这应该不至于 是党里的共识了 那只是说 是不是有了些少数人的想法 那这个有可能 可是取决于说 马总统是不是还是 掌控着国民党 如果说他还是掌控国民党 这影响力 我现在说我这样说 马总统对于这个党 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嘛 因为他还是现任的总统 不管你说他几% 但是他的影响力 能影响到什么程度 我个人的看法 也有限了 因为怎么说 现在这个提名机制 基本上是由党来负责 并不是总统来负责 那现在这个机制 也已经启动了 那现在只是说 一直想要所谓用征召的方式 甚至说要去什么卡王 甚至要配出另外一套新的方式 我们还是这么说 到目前为止 党里头我相信多数的声音 还是认为支持现有的制度 把它要走完 那现在这个洪夫院长 是希望说 是不是民调能够往后移一点 然后前面要办证件发表会 那党可能跟他意见 稍微有点相组 这个我倒觉得是可以沟通 只是说确实实这种 我也建议洪副院长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是向那的 这个女人 不必担心这些 因为现在看起来 风向是慢慢向他转 是 证件发表会 在我们的内部来讲 是说因为他现在只是一个人了 一个人而且是 我们是用全民调 所以并没有证件发表会的意义 而且事实上我们以往的机制来讲 是没有证件发表会 对他来讲 他需要的是说 是要有点时间 因为他将来要跟蔡英文的 所谓的这个对比式民调 他当然有点时间 让更多的民众知道说他参选 一些可能还有些不清楚 对 那这部分我倒是觉得可以一起 跟党部是好好的谈 找出一个适当的时间 但确确实实 整体来看 特别从民众角度来看 大概已经不太能容忍了 我们孩子们歹气脱门 脱下去了 尽少有一个段落 过了防撞门槛 就是代表国民党 过不了门槛 那国民党要怎么样来 做所谓的用征召的方式 怎么样谁跟谁配 那就是第二段落 只是第一段落 必须要有一个漂亮的结局 否则第二阶段也不必谈 对 不过辛格刚才提到 就是说这个洪秀柱 可能还要质疑一下 党中央的做法到底公不公平 我们来看洪秀柱 今天向国民党中央开炮 他质疑呢 一会儿要他跟民进党 蔡英文对比民调 还要加入朱立伦 吴敦英跟王金平 那一会儿又说 只有他一个人登记 不办证件会 处处因人设事 实在很奇怪 我们来看VCR 我真的希望说 我们党中央是开大门 走大路 做一个非常公平的 树立典范的 初选的机制 一开口就向党中央喊话 因为洪秀柱实在想不通 为什么他连署登记都过了 一切照规矩来 但现在又是要他跟民进党 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比民调 又说初选落败的杨志良 可以申请复查 迟迟不举办证件会 摆明了就是在卡他嘛 哎呀真是 这历年来国民党初选当中 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登记的时候 如果要做民调 都是支持度的调查 而不是对比式的调查 是有点因人设事的感觉 我们第一时间不办 这个证件发表会 因为只有一个人 所以我昨天也在讲 我说百思不得其解 那为什么党主席选举的时候 就一个人全国办了十一场的说明会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真的是不是可以要求 七百万给我自己来做也好了 老少还没完 一票党籍立委和中常委 吴世瑜他拼得这么辛苦 主张跳过初选 建议跟蔡英文对比民调时 应该在纳路 朱立伦 吴敦义和王敬平三个人 直接征召 既然要三加一 那为什么当初不一起来 我一直觉得很疑惑的是说 为什么不一起来走这条路呢 这条路走下去是很辛苦的 人家考试都已经一段考 一个个考 考得要期末考了 怎么突然跑出来 人家说不用考试 还是说就直接 还是说再一起考吧 那前面的考试都不算数了 这也是很奇怪的 洪秀柱感慨 不过党中央说 一定会尊重初选机制 细节这两天 就会和洪秀柱详谈 但光是一个初选 就纷扰这么多 2016这一仗 国民党要怎么打 我们看到这洪秀柱 相当感慨 感觉是蛮无奈的 就是说他这样 感觉好像是党中央在卡他 有没有这个道理 陈伟你要补充 我的意见跟理性议员 看法不太一样 我认为马英九总统 依照党章规定 他才是真正的党主席 而且他最近的动作频频 也引起党内很大的困扰 比如说我们朱立伦 讲了20次团结 他亦有所指说 不能团结在一个人之下 王金平院长也讲了 5次团结 什么意味 他们没办法 没办法说服得了 他们现任的马总统 不要插手 总统的选举出现 特别马英九最近的一些动作 其实跟有点操作的手法跟2012年 其实那场选举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现在主席要去美国 他就先安排金鲁冲先去 然后跟金鲁冲跟江一华 在美国又在会面 企图去影响整个美国对 我们蔡英文主席的一些看法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政治操作 他已经操作到跟对手对打的一个状态 党内的部分他当然是会坚持 要他自己选的人 喜欢的人出来选嘛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才是真正造成这场 宫廷这个大戏最困扰的地方 那我要为我们洪副院长讲一句话 说实在乎他真的被玩弄了 被马英九玩弄了 是 来 我请教傅密 现在看起来这个党中央是不是 感觉有点视这个洪秀柱 洪副院长为无误 他应该要办证件会 他不办 然后洪秀柱说我自己来办好了 感觉是不是在卡他 每一种选举 那个候选人排出来的时候 那我们就先有一个基本的 这个评价 就说这个人是当然的 什么什么什么候选人 比如像新歌 他选那个议员都委屈了 他选立委就说 当然的立法委员候选人 那你如果明明就不是 你硬要去真那个位置 就像我说弄假成真的时候 当然怎么看 怎么样人家担心 尤其党内同志 如果你不是当然的 总统候选人的那个味道的话 谁会放心让你选 所以国民党会有这种反应 我觉得也很正常 因为国民党从来就不是办初选 而挑出人的嘛 而且这个初选还有什么防砖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 趁早大家把话说清楚 其实洪秀柱副院长 也是自己的老大姐 大家不必再演戏 就是说干脆说明白 党里面也跟他说明白 这是我说为什么党里面没有人跟你讲 然后这些中常委或者立委们 也不必 我不晓得你是自发性的 还是有人在外面再弄 就是要搞一个 一个所谓的那个征招 那这里面 其实人选忽之欲出 那就干脆大家说清楚嘛 就是我选你选 或是你什么职位 大家弄清楚 不要在那边再演 因为再演的话老百姓 不是你国民党内部的人有忧虑 老百姓更看不起国民党 那国民党还玩什么呢 对不对 对我们现在看这个国民党 这个洪秀柱的部分 当然这个党内很忧心 觉得他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对抗蔡英文 我们来看看他的民调 这个是这几天呢 忠实的最新民调 说是不是支持洪秀柱 代表国民党来参选 这个明年的总统大选 他的支持度是34.7% 不支持是22.5% 当然不知道无意见或据答是42.8% 那么洪秀柱在这个民调的这个部分呢 他也觉得应该要有所这个限制 像是要排率 那么甚至呢 也不要做对比式 我想请教明凤姐 如果以这个洪秀柱 现在的这个他担心啦 就是说民调支持度的部分 是可能大家包括国民党内 最这个最质疑他的这个部分 觉得他不是A咖 但如果说用民调这种操作的方式 你觉得对他是比较有利吗 我觉得现在不然是党的人都是乱了 连候选人自己也很这个乱 就提出来的东西都是很荒唐的嘛 比如说这个游戏游到一半 突然走到一半 突然说不要玩了 我们要换别种 然后这候选人也是 有人这样子做民调的吗 请问你到时候大选的时候 你是自己选吗 我不相信一个政党敢这样做民调 就提名这个人 每个人 搞不好我去 我有百分之二十几啊 对不对 我这种小开我也很有 那你副院长 那你34 而且你这整个民调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不清楚 如果你做大选 总统大选民调 你都不做对比式的 你光做一个人 吃不吃吃我 这样就可以提名的话 我觉得政党这种初选民调 真的是可以废了啦 这个不必初选嘛 就提这个人就好了啦 所以我说不管是当事人或是整个党啊 或是整个党的高层 全部都乱成一团 讲话都荒腔走板 有人说这个民调的方法是不对的 你可以去问你的党中央怎么做嘛 你可以要求啊 我不相信一个党中央做民调的人都敢乱做啦 就是这个基本上的排率排来 那根本他之前在初选的时候就说要排什么 我忘记了 他怕说大家会投给杨志良把他弄掉 然后他现在又主张要排一个什么排 对啊 所以说这样子变来变去 反倒是整个情势都不客观了 不过我倒是觉得说 如果中央打中央 从马前主席到马总统 然后到吴副总统 到曾永泉秘书长 到这个什么朱主席 都不想提名侯秀柱的话 你就赶快叫他把 就提了 不要玩下去了 你不要赶快 像他讲的把钱退了 七百万嘛 然后这个还他一个空间吧 不要让他自己再玩到六月十五 留完六月十五 然后白忙一场 我觉得那种受伤会更大 对党的冲击会更大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嘛 你就走到六月十五 按照程序走完坚持 要不然你就现在劝退他 不要做了 我们就开始从头开始 否则你这样子 白白就浪费一个人的心意 或者一个人努力 我觉得这种党 这是虐待人 虐待不少的 当然说劝退 当然应该是不太可能 只说现在民调的进行 显然民调是个关键嘛 因为你既然要防砖 这个民调再来做 但问题是 洪秀柱他又希望 不要做对比式 这有可能这样做吗 正好我想借这个机会 应该把我们对一个 第三者来党里头来看 这个游戏规则 这游戏规则其实很清楚嘛 就是在我们决定 进入这个游戏规则 开始竞赛前 它的游戏规则 如果已经讲清楚了 是清楚的 那么进入这个游戏规则之后 任何人包括参选的人 改变这游戏规则 都是不合游戏规则 就是都不合法了嘛 这概念嘛 这件事情很清楚的是 防砖条款就对比式民调 那是他在进入游戏规则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了 有这个事了 所以喜不喜欢不重要了 重要是说我决定进场了嘛 可是呢进场了以后 现在又说 洪秀规则应恩过 可是我们还是觉得 他不是真正大母鸡 也说我们对他没信息 说中常会有人提案说 那是不是把什么吴啊王啊猪啊 再一起放进这个游戏规则 一起来做这个民调 那这个原来也是不对嘛 所以今天应该是这样的 秀规则调解呢 是说不要有对比式民调 这已经不符合原来的游戏规则定的 大家同意的嘛 那么中常会提出来游戏规则说 现在已经 阿挑已经跑在一半 就已经在跑道上跑了 现在突然从中间跑 又要有三个人放进来 说跟他一起跑 那这种提案说 当然也不合规矩嘛 所以这两件事 我想应该先把它厘清了 那之后对我们来讲 很清楚的一点 确确实实我刚才讲是 两个层次嘛 在党中央或者那大人 或者立委们 对于这次选举 对于红秀柱副院长 作为一个 将来如果他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 他们会担心 其实担心你就很简单嘛 最重要的就是 人脉鸡脉嘛 因为你做母鸡来讲 他都要负责这些立委们 将来选举的时候 他有辅选的重任嘛 这点可能看起来是 这些立法委员对他没有信心嘛 可是对我们来讲 这确确实实很重要 但是这个游戏规则既然发动了 党不能够自打耳光啊 你叫不到 我们已经够丢脸了 一一二就输成那么 你现在如果在这样的一个选举中 还是为了想要胜选 可以今天说的是白 明天说的是黑 改来改去 这个简单讲 不必等到2016 1月16号 国民党就提前再垮一次 可是现在是不是 往这个道路上再走了 也就是说你这个突然 三个人又要加进来 那再来民调的部分 有人试图 也是希望 有人试图想要改变 这个游戏规则 可是我想第一个 我不认为民间包括娱乐 会放过国民党想要干这种事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公开的就是反对 国民党不要没股息到这种程度 而且我还是要这样说 一一二九代表的意思 代表也不是国民党 现在还在想着 老在想胜选 胜选现在对人民民众来讲 已经不重要 因为你们早就惨败了 重点应该是 人民想要看到什么 你国民党是不是能够借着 我们这次教训了你们 你们能够大破大力 真的正衰起闭 有新的作为 现在看起来洪秀柱 虽然很多人认为他不一定是真的最强的咖 可是至少洪秀柱 他可以代表一点是 让国民党好像有新的契机 可以做改变 也愿意接受改变 如果说这一部分 连这一点点的苗 火苗都想要把它熄灭的话 那国民党我们真的就要谢谢收看 好 国民党是不是有这个新的契机 还是继续被马总统掌控 那么另外就是 是不是有所谓的十人小组 在卡王呢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马总统昨天才跟陆战队士官兵一起跑3000公尺 今天是到桃园新市国小 跟学童一块挑战3230公尺的这个跑步 接连跑两天呢 马总统特别跟媒体说呢 一点都不觉得累 来看VCR 桃园新市国小的学生 跳起新市的健康操 马总统不熟悉动作 只好自己扭扭腰 拉拉筋准备待会的路跑 通过起跑点 马总统要挑战的是 3230公尺的路跑 但随着距离拉长 陪同的民意代表慢慢离开 最后只剩下马总统随乎跟分组 上场接力的小学生 不过跑了十圈后 总统的脸色有些苍白 不时大口哭着气 宾同学们 进过司令台湾 序圈完成 总统冲破终点 脚不小心被布条扮了一下 有点站不稳 26号马总统才跟陆战队官兵 跑3000公尺 花了16分54秒 这场跟小学生的路跑 总统花了18分40秒 跑了3230公尺 成绩稍稍有些退步 难道是累了吗 跟陆战队还有小朋友跑 哪一天比较累 强调自己是拥脚马 总统还特别送了牛奶给小朋友 由于台北市长柯文哲 日前提议要取消国小免费牛奶 让学童改吃盖片 一样可以补足营养 马总统这个动作 引发外界联想 是不是打脸柯文哲 总统没有多做回应 但这一阵子 马总统批评出席公开场合 发表重要言论 似乎有些不甘寂寞 好 我们看到马总统 最近行程很多 而且很高调 我想请教蜂蜜 之前你还说不理他 他现在就跑到你面前来 就给你秀肌肉 跑步 你说不理他可能吗 对不对 他这个用意到底什么 他只是要证明说 他还存在了 其实剩下一年的 我觉得 好多人都希望说 你是不是干脆就跑到医院去 就不要出来了 对不对 你这干什么吗 难道现在台湾 中华民国只剩下跑步 哪一家一家长好 哪一家都可以 跑到台大也可以 就是中华民国 现在只是在跑步这件事情 总统你能做的吗 他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 那他选择跑步 连跑两天 我觉得台湾的人民 会觉得蛮悲哀的 就是说 给了一个这么笨的总统 又给了一个这么坏的总统 然后最后他还把台湾卖掉 对不对 你现在不晓得 他都会做什么事情 还剩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到底会做什么怪事 不晓得 过去我们说 过Long Stay的时候 是因为他担心说 他过去中南部 不是那边有人望 所以Long Stay 那个Long Stay 当时还是宋楚瑜主席的 那个夏龙建议他们 给他们安排的地方 可是他以为说 是Long Stay当选 不是 是你那个时候 随便一个人出来当选 我不能说路上一边 随便一条就可以当选 随便一个人出来选 都会赢过陈水扁 那他现在就想说 回忆过去Long Stay 现在到各部队 部队里面最安全了 小朋友最安全了 他敢不敢到高中 跟到大学跑一跑 搞不好一边跑一边 给人丢鞋子 那你觉得他最近这么高调 是因为有所谓的 十人小组建议他吗 毕竟1229之后 他有沉寂一段时间 最近突然又很高调的 是不是有这些友人 会有小组 但是不会有十个人 你想九月真正只找两个人 一个叫江一花 一个叫罗志强 所以他能够信任的人不多 像这种收主意 我相信恐怕他身边的特勤中心的主任 那个主任一定很头痛 就是说总统一再曝光在很多人前面 当然现在幸好这些人是封闭的空间 封闭的团体 他愿不愿意到 随便到一个什么台北市 什么什么河滨公园去跑步看 跑看看 一边跑一边半骂 然后不是跑18分钟 可能跑180分钟 还跑不出来 因为大把握力他不让他走 所以包括马总统 你不要再丢人现眼了 真的 中华民国也不是只有跑步你可以做 你还有好多事可以做 但是我们希望又笨 可是你又勤快 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你又坏 你又很想做事 这是我们台湾人的悲哀 陈伟 你是不要补充一下 就是马总统最近这么高调的 用意他是要宣誓 跟大家讲说他这个不是 他不是这个掰咖 他是用咖啡 是不是这样 马总统睡觉睡得很好 我们知道 马总统跑步跑不累 我们也知道 但是我们很想知道说马总统 你的国发会在 发布四月份的景气的灯号 是蓝灯的时候 这是2012年 9月份到现在 景气最为衰退 整个经济最为衰迷的一个月份 你竟然在5月份的时候 跟全国人民讲说 我就会就算7周年来 我都这个不会午夜梦回 睡觉睡得很好 马总统 如果你真的心中有人名 你不会这样讲这种话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夜宿陆战队 纯粹是作修 我们现在经济 从阿帕奇经济之后 我们该建议你开金钟的检讨会议 你也不开 你现在去那边夜宿 也没有发表任何谈话 照理讲你是身为三军的统帅 你应该提出政策 提出目标 要求国军怎么做 你当然跑步而已 我们看不出来你在那边 先是什么政策 他说去是提振士气 这个不是提振士气 我觉得说这个部分 全国人民在检验 最后一点我要讲一点 这个最近 一再只称马总统 马总统不必要秀这种版面 他照样可以继续 发挥他的影响力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 包括朱立伦主席 包括王金明院长 包括国民党所有答应的事情 都是因为他在后面 是淫无者在那边 嘲弄这些事情 才引起党内这么大的困扰 或者朱立伦 身为一个主席 他会讲说呼吁24要团结 而且呼吁 不能在一个人之下团结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个再在都证明 马总统 你应该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不要做这些 让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是 来 我请教新歌 就是说 马总统最近相当的 算高调了 这些行程看起来 而且都是跑步 就秀出 感觉上真的是 就是个拥咖啡 他不是掰咖 那只是说 他这样子搏版面的感觉 就是说照理说按照时间 这个时候应该是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应该要出来的时候了 因为现在蔡英文已经出来 但现在感觉就是说 国民党没有候选人 就反而是马总统 一个人这样一马当鲜 不断地这个搏版面 感觉上就有点 不太平衡 不太乡镇的这个情况 甚至说要去美国 感觉上也是说 这个媒体也是说 他要去反制蔡英文 那也是呈现出一个 国民党没有候选人的情况下 反而是马总统一直在搏版面 其实我想应该客观地说了 到目前为止 他其实还是在做 他自己想做的事了 所谓搏版面 其实我们对朋友们笑我们 国民党从一二九之后 打趴成这个样子 看起来然后总统候选人 用这种方式在搏版面 如果很快就候选人就出来 好像的版面 不会那么热烈 这说法都很多 那应该我要 我们要客观讲 你说好比说像 文雄我们副秘书长 那真的是说实在话 因为我很了解这个状况 我们马总实在真的是对不起他 所以你看到现在为了 他对他的批评 对他的那个指教是非常严厉的 那你说真的马英雄 我说真的是又笨又坏 我倒觉得也没那么严重 他是聪明 可是他聪明用的方向 可能有些偏差 所以造成了 好比说一二九选举的时候 很多选民想要教训他 勤快是勤快 其实严格来讲 他到处跑是勤快 只是我们也常常讲 聪明跟勤快都要用到对的地方 那对我们来是加分 用到错的地方 会造成我们的负面 你今天像部队到现在为止 大概应该是说三军统帅 就总统身份到部队里头去业述的 他应该是第一人 这件事情呢 我倒认为说他早该做的 现在反而做了 是嫌晚 但是至少比不做好 那么第二个你说在学校里也跑 那我们当然很希望 我们的总统是一个身体健康的总统 如果说他现在又是一个不健康的总统 那我们会觉得更可怕 至少你健康表示什么 这个国家基本上来讲 还是一个健康的国家 因为常常是国家元首跟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 只是我们今天觉得我们对不起选民的事 对不起民众的事 我们显然有些人做得不好 让民众失望 所以才用选票教训我们 然后现在因为被教训了以后 我们一下子回不过神来 说到现在为止 总统后选人到现在为止 好像一直没个定案 然后想法一大堆 这想法要客观讲 假如我们称为蓝艺的人 也不是不理解 因为就是焦虑嘛 然后总以为我们想的 应该是比别人想的那个方法是更好的 是更有胜选机会的 只是外界看法是说看不懂 物理看法不啥啥 因为搞不清楚你们到底在想什么 那今天我还是期望的是 马总统应该做他该做的事 但是我们也期望他不要刻意作为些什么 而这个作为到时候又跟民意有脱节 尤其他现在他自己也很清楚 他几乎是做什么都被骂 那这种情形之下 他要选择正确的方式 正确的方式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 还是要有够多的这些管道 让他取得一个比较客观的这个理解 而不要又是自己想的 我最怕的就是像科幂一样 尝试已经不足了 只限于在这个所谓的手术室的内外 缺乏常识 那自己的知识也不够 所以监视器就可以直接去开罚 我担心科幂是最大的怕 我是说他恐怕最大的问题会自以为是 那同样这个话我也要提醒我们马总统 这个时候应该要仔细看看 今天党内的情势民间的想法 在这里头取得平均点 至少多听听一些他平常不喜欢听的来源 对象他们的建议 可能对他在后面这一年 反而有大帮助 对 兴哥的建议是不错 但是我想请教敏凤姐 只是我们现在看到就说 马总统最近是这样这么高调的一个行程 那我们说他薄白面的这个用意 其实就在于就是说 他这些行程可能对于实际的问题并没有帮助 这就是很讨人厌 你不觉得看电视如果都充满了这种镜头 你不会想要砸电视吗 对不对 我们只看到一个总统充满了自电孔 他对国家国事有什么任何的兴趣吗 去国家跑步还要叫小朋友要让他 他才可以跑第一名 去那个军队也是一样啊 我请问一下你去军队干嘛 你是三军统帅耶 你不是那个陆战队队长也不是排长耶 你大家做操要干嘛 你一样去显示你的军队 你还在玩康乐活动 跟那个女兵那边玩什么什么陆战队什么 一而三原则啊 对那些军队那些兵我相信他们搞不清楚 我现在到底是我在从军 我在保卫国家我是严肃的 为什么我们三军统帅来这里 给我玩康乐活动 我还回答他还要作秀吗 我觉得今天今天发生阿帕吉 发生洪秀宇就有事情 就是我们军纪败坏嘛 军纪换散 你作为三军统帅 你早先第二年 你就要去行事军队了啊 你不然是军队无误 你现在发生事情你去 你去你用什么态度 鼓励好像我们都要一起同乐 那你请问一下 你是觉得说军纪可以再更败坏一点吗 可以再更没有纪律一点吗 我觉得作为三军统帅 你就要有三军统帅的样子 去军队你就是庄严树木 做那个做巡查的 照理说三军统帅要有它的高度 比如说在兵推的部分 在整个国军的 比如说怎么样去更加精进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 比如说军队的部分是一再的缩减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军队 到底有没有更加精进的 还是说只是做一些表面工作 对啊 你去三军统帅绝对不是 是与军同乐 你是要去展示我们要求的军纪 我是三军统帅 你们要好好的做 不是说我选举的时候 跟老百姓一起同乐 他把军队当选举的场合了吗 他自己也说什么 选举的时候不适合来long stay 为什么军队一定要选举的时候 去当作long stay的地点 军队你本来就是上任之后 你就要去巡查 你就要了解清楚的嘛 今天军方对你有多少批评 除了你肯慰问机之外 除了这个是为了钱吗 还是你对于军事的东西 或是军人的人才 完全不了解 所以我觉得说 总统你做到最后一年 你还被人家嫌成这样 而且这些事情都是你做出来的 大家看你是军队 大家不会想到说 你对军队是有多大的帮忙 大家只想到这些过往伤事 洪仲秋啊 这阿帕七的事情 只想到军众特权还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说你在干嘛 而且现在还发生南海 终析一战的情况 你不给我做国安会 你从去运筹帽幄说 为你南海起逼的时候 你要给我怎么办 你提什么和平倡议 大家都动刀动枪 你那边一个念经就可以吗 我觉得总统你做到这样 没勇没磨没虐的人 你下台好了 就像刘伟人讲的 刚刚跑去医院嘛 就不要回来 或是像昨天的胡中兴讲的 你就跟局队签 签十年的约 我做自愿域 做到75岁在退休 因为现在募兵制找不到人嘛 你就自愿充当募兵的人嘛 所以我觉得总统拜托你好不好 剩下一年做做好事好不好 剩下的最后一年 那么马总统还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当然大家都很关注 那么另外呢 外界在传所谓的食人小组 是不是帮助马再起 他们是否继续来影响国民党呢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马总统最近行程很多 但是这个媒体也报道 有所谓的食人小组 在帮助马再起 那么另外就是有关卡王的部分 似乎还在继续进行 我想请教蜂蜜 现在媒体也报道就说 所谓的可能会提名这个曾永泉 为不分区的立委第一 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王的后路 把他阻断 现在看起来好像马总统 其实还是没有就说 所谓的党的团结 他也并没有在做和解 但是对于卡王 这个动作还是其余在进行 那是不是也完全不管 国民党的未来 如果说真的第一名是曾永泉的话 那我们就真的叹为观止了 过去金服冲的时代 所有的年轻的这些朋友 反正任何个缺都是什么苏俊斌 什么这些 这些就年轻的这些人 非这些年轻不可 那我也搞不清楚 曾永泉可以从这个秘书长 做到那个秘书长 然后又退到另外一个秘书长 最可怜的叫杨靖天 外交部长去当总统秘书长 结果一个败军之将叫曾永泉的 居然去抢他的位置 然后他又退休 我也搞不懂 然后现在曾永泉要到立法院 当第一名的立委 曾秘书长 你到立法院来 还不见得你就是会当院长 如果国民党不过半的话 一场空 所以不要算计太多 真正为国家做点事情 曾永泉 你就勇敢地说马英九的缺点 你不要躲在总统府里面 吃香的喝辣的 我们老朋友 我跟你说实话 国民党是被你害的 你们都不愿意跟马英九说实话 到今天这种地步 你们还有脸回到总统府当秘书长吗 你们可以为国家做什么事情 现在你还要征第一名的不分区 你可不可以让一些年轻人出来干 让一些真正有能力的人出来干 让一些有战功的人出来干 你这个已经败将的秘书长 你什么全都要吗 几岁了 那我请教星哥 现在看起来媒体当然就是 也许你批评马总统不方便 但是就目前整个看起来 这所谓的党内的团结 是不是我们这个最高的领导人 有在做 有在维持 那现在所谓的 比如说不管是卡王 或者甚至卡红来讲 其实对于党的团结 都是有破坏的这个情况 卡王或者是 现在应该这样说 我先回应严格来讲 马的状况 你今天我要客观点说 马今天对这个党的影响力 很多人还是有不同的解读 但是就我们所了解的 马那个个性 其实今天是承岩在马 拜也在马 就是怎么讲他那个所谓的不沾沽的个性 他今天离开了国民党党部之后 你说他还为了继续想要去操纵 去那个 我不认为他这样 因为到现在至少 我们这些中央还是很多都是朋友 那这个真话还是会听得到 或真相还是知道 这方面都没有真 只是说确确实实 你今天说马想不想砍王 我想他一定想卡他 马不喜欢王参选 我们也相信一定是 他就是也是那种想法 那他是不是也有些其他的做法 一定有嘛 好比说 因为他不喜欢王 所以他要去劝朱出来选 或者甚至跟吴去谈 这个我相信他的做法一定也有 但是到底对于国民党 或对我们现在这次总统的选举 他有没有能力去影响 我认为那个影响是有限的 这非常清楚的 但是如果说像朱立伦去跟马总统报告 结果既然是 如果被打枪的情况是这样 那显然朱立伦还是顾忌 马总统的立场 今天这样说了 就是说这件事是马后来震怒 我认为那也有一点夸大了 朱立伦会不会跟马学党 当然会 应该这样说 国民党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很讲究伦理 他终究还是总统 虽然现在他因为党章是说 他是当然党主席 因为他辞掉了 所以选出新的党主席 他跟总统去谈这个事 甚至让他理解现在党的做法 我觉得那个是无可厚非 重点不在这嘛 重点今天说 就算是马也当面圈来说 那你出来选嘛 要当人不让人 要为党承担 这也很正常嘛 因为众孩子要回到那个游戏规则嘛 所以今天卡不卡王 或者说 到底马有没有在那边上下起手 我一直觉得啦 这个恐怕是说的 写的比那政治状况是放大了 尤其别人不讲 光是那十人小组啊 就刚才文兄提到 十人小组里头居然没有曾永泉 那就已经看起来 已经就不太真实了 曾永泉跟马的关系 刚才也提到了 如果真有造理说 他应该也在十人小组里面 他一定是 假设有十人小组 他一定是嘛 他居然不会是 那看起来是 看起来是臭活的比较多 那你说吴玉生 那吴玉生早就已经 不叫做提马 提马的这个立法委员 他挺住挺的很明显 因为他们又是同在新北市嘛 所以 十人小组我是认为 那应该是无稽 只是说马有没有跟一些人接触 有谈到他的想法 我认为那很自然 只是说马到底是 因为这样说 他卡住了王 逼了王退了 我认为也没这么严重 好况 简单讲 王如果他真的执意要选的话 他只要去领表 他就进入 这个所谓游戏规则 就进场了 你马怎么能跳出来说 不准他领表嘛 不可能的事嘛 所以 这个应该很清楚了 是 来来 曾委员 我看到十人测速的名单 我觉得 这个是假议题的 因为为什么 这些可能他讲的 曾永泉没有内入 然后 那是保费洪泰 吴玉生 这个都不是A卡 也不是B卡 这个现在几乎都是 朱立伦的人马 然后洪秀柱 他本身是 这个现在是 可能后选人 未来的总统候选人 所以也不是 所以我认为 这个是有心人在放话 再加深整个国民党内斗 目的是什么 希望说能够 让马总统能够 重新来掌权 担任党主席 目的是什么 能够保护他 能够安全下庄 所以有这样一直在放话 所以这党 国民党内部 现在已经乱成这样子 好像毫无彰化 未来会更乱 来 米鳳姐 军小组只有一个目的 卡红 不是卡娃 也不是卡猪 就是卡娃 卡红 就是那个第十一个人 没有出现的人 好 出来放个消息 出来说 不是有什么